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拯救了明风楼 这样的人就是于老心目中的大英雄 为了报答李辉 于老决定用一生守护四十八寨 王老夫人带着李圣和周匪离开了四十八寨 李延舍不得他们一时之间哭泣不已 他们打探了几处暗装 都没有张晨飞一行人的消息 猜测他们还在敌军的地界 连忙的去找他们 此时的张晨飞一行人 已经被霍家宝霍连涛的人下药迷晕了 关进了黑牢 现隐发现疑惑霍连涛在山间建起了一座黑牢 秘密穷尽了很多的武林人士 心里的疑惑不已 决定去找霍家宝的宝主询问此事 另一边得知此事 大庄主苍狼山急忙的跑去了霍家宝的黑牢 王老夫人一行人来到了距离霍家宝一段路的村庄 发现这里的人都不欢迎他们 便没有多做打扰了 夜里村民们拿着工具来找王老夫人一行人 辱骂他们是贼人 自霍家宝的宝主生地之后 村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霍家宝的人了 来的都是一群强盗 得知此事 王老夫人急忙让李深保护村民 查清楚到底有多少的贼子 自己则是带着周匪去找贼人的头 他怀疑贼人和霍家宝有关系 急忙让周匪将自己带有 肖香仪派标记的叉子递给贼人 先让他们放自己一马 无奈了这些贼人不认识肖香仪派的标识 执意要将周匪和马车一起带走 一气之下周匪用破血刀杀了他们 王老夫人急忙让红韵去查看 是否有贼人的漏网之余 得知贼人腿上有护具 王老夫人很是疑惑 擅长腿工的霍家宝的人 为什么会沦为强盗呢 思前想后 王老夫人决定改道去华荣城暗庄 打探张成飞的消息 他将自己的银子和信物 拿给了流离失所的村民 让他们去投奔48寨的李锦荣 李深觉得匪徒来的太忽然了 他担心张成飞会有危险 想要独自前去打探一番 但是被王老夫人拦下了 夜里周斐一个人 失落地坐在外边 有些想念自己的母亲 李深趁他不注意 四次离开了 周斐敢去追他 路上遇到了地刹山庄的人 迁连着48寨的马 急忙地跟了过去 他决定找个小路跟过去 不料掉入了黑牢隔壁的山洞里 谢允认出了周斐 询问他为什么会跑来这里 说话之间呢 黑牢鱼的人来一送饭 向他们打探是否见到了周斐 由于霍家宝的人 在饭里夹了 是浑身无力的温柔伞 谢允没有拿给周斐吃 而是向他保证 以后请他吃一顿大餐 面对周斐的询问 谢允将甘唐公出山之后 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 甘唐公接管了安平军 给当地流离失所的百姓 开辟了一方净土 使得民众能够安居乐业 得知此事呢 周斐的心里 可是替父亲开心 霍牢保主的弟弟霍连涛 趁着保守生病 联合别人加入到霍家宝 想要弄出第二个48站 不加入霍家宝的人 就会被抓紧黑牢 得知张成飞 一些人被关注了 霍家宝的黑牢 周斐执意要去救人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的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哦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